那各位来自全球的解释家人们 大家下午好 那我是Stephie 现在呢我就在这个吉隆坡 也是在我自己的家里 已经好多 接近几乎两年的时间 都没办法参与公司的 这个非常盛大的年会 但是呢 我们依然可以通过 这个非常先进的这个Virtual Event 让我们大家可以在线上拥抱和欢呼 那这一次呢 其实这已经是大陆我的第九年的 在解释的年会 我28岁加入这家公司 当时我是经营一家美容院的老板娘 已经有三间店了 那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因为从一个传统生意 带领的可能就只是几个的 就是小小的这个团队 我的员工 但是跳到解释这里 带领这个全球的好多好多来自不同背景 不同国家的这个会员们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 但是当然我也很很很感恩在这几年 我真的是从一个没有什么经验 但是从现在呢 已经我的团队呢 我的所有的事业版图 已经发展了到全球这么多个国家 所以其实在这几年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我也是我今天的这个主题 叫做团队合作与凝聚力 其实这个呢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想要 学习或是聆听的一个主题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 我们做这个事业 我们要得到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被动收入 对不对 那被动收入呢 就是说我们当我们 就是付出了几年的时间 当我们真的退下来休息的时候 依然有钱来追你 你说好不好 那当然是好 那如何可以做到这个 我们讲所谓的被动性的收入呢 那当然绝对不是通过简单的销售 而是通过什么呢 就是你的这个整个一家的 一家人 亲如家人的一个团队 而打造出来给你的这个被动收入 所以呢 相信线上有很多是新朋友们 也很想知道 到底如何可以打造一个 非常有激情 又有自信 每一个人都积极主动完成自己任务的团队们 谁想要学习这一点呢 可以举手来给我看看 虽然我现在没办法看到大家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很想聆听这一块 好 那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看讨呢 就是说其实如何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非常的重要 其实一个团队 我可以先这样子说吧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当我还不是Suffiah 那刚才我看到Carrie呢 就真的是一个一个的去表扬这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这个伙伴的时候 让我想起到非常的激动 从9年前的时候 我连蓝宝都不是的时候 我已经当成自己有一个思维 我就是我团队的领导 所以今天无论你是哪一个拼接 如果你只是刚刚起步的新会员 欢迎你 你也可以从这一刻开始 把自己的思维当成你就是领导 你就是你的团队的火车头 不需要说等你上到了钻石 你才是领导 所以我就是从这样子一步一步的 真的卷起袖子 从不会做到会 所以如何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真的一个团队不只是喊喊口号 聚在一起吃吃喝喝叫做团队 如果一个团队最重要的是什么 目标一致 方向一致 然后大家就好像一家人这样子互相扶持 那个才叫做一个真正实实在在的团队 那当然在这九年的这个经历里面 我也认识了很多很多的团队的朋友们 家人朋友们 我真正领悟到也学到一个道理 就是没有完美的个人 只有完美的团队 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自一个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学历 每个人都有他的专长 那我们就应该放大每一个人的专长 每一个人的优点 去互相配合 互相合作 这个也是在团队运作里面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因为只有通过有凝聚力的团队 就是大家都愿意出新一条新的合作 才可以达到一加一大与二的绩效 那什么叫做一加一大与二的绩效 就是说你知道吗 大家有听过叫做燕行理论吗 大家有看过燕子在空中飞翔的时候 是多么的壮观 你知不知道当他们在飞行的时候 他们是形成一个V字形 当他们是层前绝对的一起去飞行的时候 他是绝对比一只燕子自己飞行 省了七成的力量 也就是说当一只燕子自己在飞行 是非常的孤单 也非常的疲倦 所以这个也代表了 我们应该从这个燕行理论里面 去懂得这个道理 就是现在是英雄退位 团队就位的时代 因为我们必须要懂得人与人合作 如果你不懂得跟人 跟团队合作的话 无论你的学历有多高 你的能力有多好 你都会被淘汰 所以在截止这个平台里面 绝对是不管你有怎么样的学历 只要你懂得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把对方的优点放大 这绝对可以让你的团队通过无师 做到无师的合作 大家可以互相的信赖 而建立一个真正合作的团队 那通过我这九年的经验 我就做下了以下这六点 来跟大家分享这几点 第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所说的 这个叫做火车跑得快 需要头来带 真的非常的重要 那我都刚才说了 不要认为你的上线领导 就是你的领导 如果你愿意从这一时刻开始 只要你愿意把自己当成一个领导来看 你首先要做的 无论你的团队只有小小的几位伙伴 甚至有几十位的伙伴 甚至几百位的伙伴都好 我们永远要记住一样东西 就是第一点 以身作者 我觉得身为一个领导 我真的觉得树立榜样 以身作者 身体力行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绝对要带头作用 就是说 譬如讲公司有不同的促销 好像我们即将又会达到旅行 去不同的地方 然后还有我们又有 几乎每一个月都有不同的 这个现金促销 身为领导的我们 不是去命令我们的伙伴 如何去达成 而是我们是必须第一个达标 我还记得从这九年以来 我自己是不断当公司 有大大小小的促销 旅游 现金 我都会争取成为第一个达标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所说的 真的是伙伴团队 就用一句很简单的英文 是说 Monkey see monkey do 当他们看到你是 哇我的领导 真的不只是坐在那边 只是manage那个团队 而是 卷起袖子 第一个坐上来 你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绝对会刺激到 推动到你整个团队 就是一直的在滚动 所以身为领导的每一个伙伴们 都应该就是带头 而且要比伙伴们付出更多的努力 不是相悲的努力 所以做很多人不愿意做的事情 付出很多人看不到的事情 那这些呢就是很小的事情 但是已经组成了很大的成功 那第二点呢 在团队运作里面呢 非常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信任与尊重 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呢 我们身为领导人 我们必须要相信 我们的所有的团队 我们要坚信他们 都是最优秀最棒的 当我们的团队有很棒的成绩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归功给我们的伙伴 我们一定要把最大的掌声 最大的荣耀献给我们的团队 因为只有他们通过大家团队的合作 我们才可以达到这个成绩 那当然如果当我们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 身为领导人的我们呢 更加是要怎么呢 不是把就我们是常讲的 手指当你指出去的时候 其实有三 其他的四个手指是向着自己 所以在这几年 我非常感恩从我的这个 美国的这个领导身上 时常学到一句话 就是要不断的自我检讨 当我们的生意是这样 业绩也是这样 一定有高有低 有我们达到好成绩的时候 也有我们达到不好成绩的时候 那我们应该在低潮的时候 好好的去做反省 然后做一个改变 那这样子呢 只要我们互相信任 尊重 关怀 肯定每一个成员 时时刻刻让我们的成员 感受到我们是非常的关心他们 很尊重他们 很关怀他们 通过具体的行为去表现出来 这样你肯定会拥有一个卓越的团队 这个也是我在这几年呢 在这个解释的这个道路上深深体会的这几点 那介绍我有一句英文说的 coming together is a beginning keeping together is progress working together is success 这个真的是一句很有很有道理的一句话 我非常珍惜 与每一个人的缘分 我是在这个团队里面 我的团队去到了全球 超过五百多千个会员 去了三十几个国家 我绝对相信 这些99%都是陌生人的朋友们 我们都是因为缘分而聚在一起 所以虽然现在在疫情的当中 对不对 我们没办法见面 我们也没办法像过去这样可以聚在一起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线上很多的 这个zoom meeting 还有我们的电话 我们的这个 还有很多的三番通话 继续的去关怀 去关心我们每一个伙伴们 让他们在每一步 每一小步的时候 都有我们在这边一直拉住他们一起成长 那在这样子的有爱有关怀的环境之下 其实每一个人都愿意的敞开心门 敞开支旁继续分享 那接下来的这三点 就是我刚才说的 其实每一个伙伴都是 你必须要让他感觉到 他是在团队里不可缺少的一环 无论今天他来着什么的背景 什么的学历 在这个九年的这个 解释的经验告诉我 我们绝对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 我通过太多太多这个精彩的故事 有一些平凡的可能是单亲妈妈 可能他只是一个 但是通过他的人脉 他真诚的分享之下 他带来了 带领了一大班优秀的团队 这就是我们解释与众不同的这一点 跟过去我们做传统生意 是做不到的一个好大好大的对比 所以在如何做到团队公投的这三点呢 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就好像刚才我说的 我们要定期的做这个线上的连结 我们可以说是开会 我们也可以说是聚会 虽然现在我们没办法做参会等等 但是我们还是通过不同的形式上 可以做这个大团队的沟通 还有小团队的沟通 甚至一对一的这个连结跟关心 那最重要我们身为领导的 都最重要的是要多做 be a good listener 做一个很好的聆听者 当我们多愿意去聆听 我们的团队伙伴在不同的 这个阶级的时候 遇到不同的挑战 在适当的时候 我们给他方案 我们给他解决的方法 我相信 其实有时候伙伴们 就是卡在一些小小的事情 只要身为领导的我们 愿意放下身段 跟他们我们说的 平起平坐 一起好像一家人这样子 去进行去关心他们 绝对可以让我们的伙伴们 真的继续跑下去 继续滚动这个事业 那接下来第四点呢 就是设定明确的目标 其实好多时候 我过去的我 我先说过去的我 我认为呢 开了这个公司的年会啊 然后我们说了线上的活动啊 就是叫做执行的这个明确的目标 其实很多很多新的伙伴 其实他们是试懂 非懂 那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就应该呢 做起这个动作呢 帮他们做好这个一对一的设定目标 明确的目标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们 很多时候 当你去跟他们一对一的时候 你才发现原来他们 真的是试懂非懂 所以在这样的模糊的情况之下 他们怎么会去发挥的更有力量呢 所以很简单 我们就花一个15分钟的时间 协助伙伴设定他们的小目标 所有的大目标 我们想要成为蓝宝 红宝 钻石 都是由小目标形成 那我们的小目标 可以从达到公司的现金促销 我们的小目标 可以从达成公司的促销旅游做成 就好像在2019年 我们公司宣布去这个冰岛 Iseland的时候呢 哇 我们的团队就马上做起这个目标 定下的目标 结果呢 我的团队有超过300名的伙伴呢 达标达到去冰岛 所以呢 当你这样子去滚动这个事业的时候 当你帮助越多的人的时候 你的事业就会越成功 这个就是我们事业里面 最最最最迷人的奥妙之处 那当然最重要呢 接下来第五点呢 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我们经营这个事业 我们要把它当一个企业来看 企业的就是说 我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本身是经营这个美容院 那我先生本身也是一个医生 那如果我没有把它当一个企业来看的话 我不会做到现在走得这么远 可以这么说 因为呢 我把它真正看着一个国际企业来看 所以当我们当它是一个 international的entrepreneur来看的时候 你就要有远见 我们一定要比我们的伙伴 站得更高 看得越更远 因为通过这样子呢 我们才可以在不定时的提供战略性的这个指导给我们的伙伴们 因为每个人需要运作的方法可能有稍微的不一样 那我们可以提供给他们适合他们的运作的方案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可以定义新的战略 而且最重要是要有大局的角度来做决策 那来到最后一点呢 就是也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节识呢 就好像刚才我们一起看到的 去travel 我们一起可以去出国旅行 对不对 再我告诉你 最迷人最迷人的 除了真的是赚到了被动收入在节识 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可以跟团队一起庆祝合作 然后呢 环游全世界 在这几年 短短9年的时间 去过了好多好多 真的是我们可以说是 这个我们讲的六星级的招待 全部Jeanette买单 最重要的不是我一个人去 而是我们可以带着我们最爱的家人 和我们的团队 一起去疯狂 一起去旅游 去拍下好多好多开心的照片 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被肯定 每一个人都希望被认可 所以到最后我们一定要做到就是团队当完成一些目标的时候 任务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团队有荣誉感 庆祝活动其实不只带来乐趣开心而已 其实当他们收到团队伙伴们的赞赏和赞扬的时候 这个其实是有增强到团队合作的精神 所以到最后我就跟大家分享 其实在这个结识这个道路 其实真的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难 只要我们愿意对待我们的伙伴 就轻辱我们的家人 当然家人偶尔也会有一点不同的意见 无所谓 只要大家敞开心门 去了解对方 去关心对方 去包容对方 我祝愿大家在这个梦想成就之路 就好像这个我们讲的这个Rocket 我们这个飞舰匠 可以飞一飞冲天 可以飞得更高更远 这个就是我的分享 非常感谢大家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 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见到线上的你们